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冻伤后 做手术 小小的身体有着强大的内心 难过是解决不了外皮的 有时候也就不难过了 冻伤女孩回家路 图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名叫三清 今年10岁 想必有些观众对她还是有印象的 在5个月之前 我们的节目曾经播出过三清的故事 让我们一块把这个时间倒回到5个月之前 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在三清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1月17日 我们栏目接到群众打来的热线电话 说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住着一个双脚被严重冻伤的小女孩 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的记者立即赶到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烧伤科 了解情况 您好 您好 我那个小女孩在哪个那一场上 在那边就是 您好 经过交谈我们得知 照顾小女孩的这位父女是三清的大娘 我们看到三清的双脚浮肿严重 颜色发黑 时不时还有浓血一出 床单上也不免沾到了许多穴子 这是因为啥呢 没穿鞋 这还洗了吗 你头发跟叔叔说 这还洗了 那怎么能动了呢 家里是太冷了吗 家里太冷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嗯 疼不疼了现在 我现在真的不疼了 嗯 你起来起来 现在不疼了 后会说 这鞋就不疼了 有时候也是有时候疼 完了 完了 有时候会疼 对吗 完了 有疼了 我到底看疼了 有疼了 有疼了 三清说 她是1月10号住的院 住院之后 一直是大娘在照顾她 我们看到的三清 身体小小的 完全没有一个10岁女孩 应该有的健康状态 这样的年纪 不应该是在父母膝下撒花吗 三清为什么会被冻伤 她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父母又是什么情况呢 父母亲嘛 父母亲说是 一根儿连自己 反正是 不会全身一根儿都脱了 不多啥 不多夫妻 也不学 也说一会儿留了 一会儿不留了 就你就你 三清的父母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只有三清这一个孩子 病情不太严重的父亲 每天不仅要照顾妻子 还要干活 这个生活的压力呢 确实比较大 三清的爷爷奶奶 在三清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而她的外公外婆在什么地方 谁都不知道 三清出生之后 她的父亲没法照顾她 于是呢 就把孩子抱到了同村三清的二爷爷家 让二爷爷帮忙抚养 而这一养呢 就是十年时间 三清住院前三个月 三清的二爷爷二奶奶 被孩子们接到尽忠渔次去看病 留下三清一个人在家 这个日子呀 过得就尤为艰辛了 一家一头用的鱼蜜薄了 我就多时六十年给我吃醋了 这次一段时间后 鱼蜜薄没有酒了 我也不 我也不 家一头用手吃醋呗 别再吃完以后 就吃醋瓜什么意思嘛 有时候就一天也不吃饭 最长时就饿了几天 就是说四后 六十年也吃了 两三天没吃饭 嗯 下午就习惯了 还不懂得保护自己身体的三清 就这样一直生活了一个月 甚至连脚被动了 还没有意识到 1月18号 我们的记者 来到三清所在的天镇县路加湾镇 雪山敦村 在一位村民的带领下 我们找到了三清的父亲 这个爷爷奶奶走了之后 谁管孩子了 不认为管就他一个人 就他一个人 嗯 你不管孩子 这不管 管人家不求你惊吓 那为啥不想不让你进家了 嗯 不求求嘛 别的事 咱们村里的人 有没有管过这孩子了 自从这爷爷奶奶走了之后 谁管不给开门啊 谁不给开门啊 黑人不给开门 黑人不给开门 不是你到达也不给开 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从三清的二爷爷 二奶奶走后 三清就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不管谁来都不给开门 也不去上学 其实呢 三清父亲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一边要照顾患病严重的妻子 一边呢 又要种地谋生 把三清送给他的二爷爷帮忙照顾 那实在是无奈之举 三清的父亲说 三清的二爷爷走之前呢 把女儿交代给他了 他作为三清的法定监护人 对三清呢 那是格外上心 可这个三清啊 并不愿意见的 所以他觉得 可能是由于他们父女俩 常年不在一块生活 女儿对他呢 十分地生疏 甚至对他的到来呢 那是格外地不欢迎 所以每次相见 都是不欢而散 没电了 住就在这个床上住了 住在这住 这水干都干了 都睡了 睡不开了 这不久去 因为我说是给他不在路上 这不久去 三个月来 三清的父亲天天来看三清 但就是进不了门 为了让女儿健康成长 三清的父亲尽量送一些肉类食物 但也不合三清的胃口 三清父亲的无奈 村里人也都看在眼里 一会儿 给三个酒买了 锁去 毛不给开 被锁去 他发现了 往周旋聊的 图住到围图了 他不来这里 一会儿 保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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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一发生 村委会 镇政府 天镇县民政部门 立即做出相关帮扶措施 最大力度 保障三清就医治疗 很多的社会爱心组织 群众也纷纷筹款 送来礼物 我们的记者 见到三清的时候 他刚住院一周 正在接受复温治疗 据了解 三清后来 手术也做了 现在也出院了 那么他现在的情况 又如何呢 时隔五个月 瘦弱的他 大变样 三次手术 很成功 女孩的坚强 令人心疼 我当时心里就想 反正少了 就是心一头感觉害怕 疼不疼 接受治疗 做手术 民政部门成了他的 坚强后盾 然后给他进行 积极的治疗 洞伤女孩 回家路 我们通过和三清所在村庄的村委会联系 得知 三清目前住在大同市天镇县新城敬老院 于是距离上次见面五个月之后 我们来到了这里再次看望三清 这个敬老院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 三清住在四层最西侧的房间 三清 记不记得我了 我在大同见过你 记不记得了 对于记者的到来 三清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赶紧让护工阿姨 把三清抱到自己的床位上 因为三清的床上 有她喜欢的玩具 渐渐的 三清一开始的惊慌 也就消失了 此时的三清 与五个月之前相比 白静了不少 也胖了一些 没有了原来的病态 变得健康阳光了不少 在与三清交谈了十多分钟之后 她回忆起了之前住院时候的事 也想起了我们曾经看望过她 时间过了五个月 终于三清像见到了熟人一样 和我们说起了话 在那以后 就是贴贴坏了 那会儿好像是 泡很大 就是肿得很大是吗 三清说 她在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日子 算是一段比较开心的时光 这样的想法 让我们在场的人都十分诧异 十岁的小姑娘 因双脚严重冻伤 住院126天接受治疗 她忍受了很多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 承受了无法与小伙伴玩耍的失落 可就是这一段日子 却成了她心底的美好回忆 这是为什么 说着啊 三清呢 三清呢 给我们讲起了 她上次就是我们走之后 她在医院所经历的一切 三清住院后 民政部门为了让她得到更好的照顾 雇来了护工 和三清的大娘一同照顾三清 二月份 三清的复纹治疗结束 但是依旧需要将坏死的脚趾截断 面对这么大的手术 所有人都紧张不已 第一次手术弄了好几次才做的 都是因为不签字 谁不签字 我父亲 后生打你也可以切字 这次手术 很可能要将三清坏死的十根脚趾 全部截断 大家觉得 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来说 是很残忍的事情 所以手术弦签字 大家都不忍心 迟迟签不下去 当时在医院照顾三清的大娘 没有签字 不过大家也都能理解 而三清的父亲 在村里还要照顾 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妻子 与医院相隔一百公里的距离 成了难题 于是 大家纷纷开始想办法 你切字 我有时候他 大小小小小小小 他在家里 小小小他在家住以后 也不能住 你看他家里 家里也放 三清的父亲签了字 赶紧又回到村里照顾妻子 三清则是在医院 等待第一次手术的到来 做过远程会诊 尽可能最后是小节肢 把完全坏死那一部分 去除了一部分 尽最大可能的 把他保留了那个足的长度 只要锻炼得好的话 他也能行走 去个头那好吧 谢谢他 十根坏死了的脚趾 在第一次手术时都被截掉 一周之后 三清的第二次手术 也要开始了 第二次是清窗 就是把那个坏死的组织 再去得干净一点 然后给 给做直皮手术 做好准备 第二次手术 是清理残余的窗面 手术过程将近一个半小时 术后二十多天 三清的第三次手术 已经准备好 这一次 需要将三清大腿部位的皮肤 移植在截断的脚趾窗面 面对这样的手术 三清依旧没有退缩 前前后后 一共三次手术 三清的坚强 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做完一次手术 有时候会挺疼的 那疼的时候怎么办 疼的时候 就想哭 反正习惯就没事了 难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时候也就不难过了 二月十九日到三月十八日 三清一共进行了 截肢 清窗 及直皮三次手术 这当中的疼痛可想而知 但是坚强的三清都挺了过来 在和三清的交谈当中 我们发现 虽然他年纪十岁 但完全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言谈举止当中 透露着坚强 有着同龄小孩 没有的那份成熟 不过这些 与他年龄并不相符的表现 也恰恰是他心酸岁月 所留下的痕迹 着实让人感到心疼 市 县 乡 还有村各警政府单位 民政 高度证实这件事情 然后对他进行积极的治疗 救助 住院期间 三清所在村子的村单部 驻村扶贫工作队 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等等 都积极配合医院照顾三清 为三清提供了很好的治疗条件 让原本不喜欢和人接触的三清 渐渐地感受到了温暖 很快 三清达到了出院的条件 那么出院之后 他又该去哪呢 现实的条件摆在这里 那就是 三清虽然是有父母的 但父母确实没有能力照顾他 最终 民政部门想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让三清 继续去感受家庭的温暖 政府救助 妥善解决后顾之忧 今后的这个生活 学习 各方面衣食住行的 都是从怎么这个福利中心 给他提过的监护的 合理监护 温暖孩子的心 现在三楼 个儿楼 开始就是重新造成 给他去操作这个环境了 这两天 这个最终 我觉得自己蛮挺幸福的 冻伤女孩 回家路 三清的三次手术做完后 一直住院观察到5月15日 状态也很好 于是医院通知 可以办理出院手续 回我们去找回来 去医院 因为三清 目前还属于术后恢复当中 所以需要专人来对其进行照看 于是 天镇县相关部门 早在三清出院前半个月 就开始筹划三清的住所问题 出院这期我们就开始练习 给他练习 跑这些 他不能回他那个家 他妈没法拉扯 人家不给回 说飞回去福利医院 然后过一个 和我们都练习 要过去了两套 人家那样写不合适 打他去的话也不行 后来就来这儿 这儿就是男孩 到时就他一个人给他挪的 人家在这个福利医院 我们撤了起来 就为他转丸撤了这福利医院 最终 三清被暂时安排到了 天镇县新城静老院的四层居住 民政部门为他安排了专门的护工 24小时进行看护 我们每天在那家 跟着是北女和爷子 和爷子拍是谁 北天不离人 平时你看他平时 跟我们休息去 给他拉过上那个拉过去 我就去看过他 看看结果怎么样 挺财 那么大大黑了 就不能走了 非常这个痛心 非常这个黎明 你看这个脸上红肉 也吃了红肉 我只要就发现他脸翅跑了 是吧 他这儿这个轴 这儿这个轴骨套 来这儿再放个轴了 静老院的老人 看到这个十岁的孩子 那是格外疼爱 三清也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 和大家逐渐熟悉了起来 在护工和医生的配合下 三清的双脚也在恢复 每天就这个擦着 给他眼睛 没擦着 直接擦着底下那个脚截 没擦着这双脚截着 这却不都是这的皮 一个是恢复的时候 就有一个方面就是 然后直接就开始 这个不足皮这些 三清目前还是不能行走的 经过护工和医生 对他的悉心照顾 伤口恢复得很快 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在大家与三清的相处过程中发现 三清有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 直到现在 三清依然对他的父亲十分排斥 三清告诉我们 这都是因为他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爷爷送我去他们家门外的那个地方吧 最后他脸色和爷爷脸色不太好 最后接受送我去上学我就特别反对 你不想上学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上学 他们都是总是欺负我 面对女儿的不理解 三清的父亲无奈地笑了 女儿厌学 做父亲的心理自然不好受 但是生怕加深 女儿对他的坏印象 所以他也就不敢再继续劝说下去了 现在护工也不敢对三清提学习的要求 但十岁的女孩不学习 这又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希望周围的老师同学 积极地接近他 把他拉得和大家在一起玩 这是第一步就成功了 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不是一样学 是一样环境 这个环境里面同学朋友多了 老师也重视了 心情愉悦的时候 他才能够开 他才能够在学校待得下来 才能够谈到第二步如何学习 现在我们积极和这个教育剧协调联系 就是保证他这个九年义务教育的必须的完成 我们可以请老师和他进行心理疏导 在学习方面 民政部门表示 一定会对三清进行正确引导 让其接受教育 而三清的父亲 也是为了让女儿更好的成长 配合相关部门 把女儿的监护人变更成了 大同市天镇县的福利机构 今后的这个生活啦 学习啦 各方面衣食住行的 都是从咱们这个福利中心 给他提过的监护的 就因为他这个修孩这个月夜 就是我们开始现在三楼 各儿了 开始就是重新造着 给他去操作这个环境了 就是这两天再造 天镇县民政部门 对三清的事情高度重视 积极完善了县城福利机构 将敬老院的三层改为福利院 添加相关设备设施 以后这里也会接纳更多 有需求的未成年人 这里跟医院嘛 还是这里比较简单一点 我总觉得医院里头 比如说有些烦心事情 我觉得自己蛮挺幸福的吧 7月2日这天一大早 薛山敦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 再一次来到敬老院看望三清 下一步 他们也会帮助三清 尽快解决医疗费的报销 我们去搞赛场过来看 这场看 给他扳这个出院了 还得扳这个住院那些保守那些东西 还给他扳的设施展 不是呢 要拉着他去销里做的设施展 就是过两天还得扳 还有点明显日举的钱 看到三清可以在这里健康成长 所有的人都很高兴 有了大家的帮助 一切困难都将不是困难 都会迎刃而解 也许三清没有像很多小朋友一样 在父母身边成长 但大家对他的爱 足以温暖他的一生 他的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坎坷 终将化为他岁月当中的点点星光 在这里呢 我们依然要向每一位帮助过三清的人 替三清说一声 谢谢 谢谢